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148集 吃完饭后 小霞提议他们去上古塔山 这也正好是孙少平所想的 于是两个人出了饭馆 兴致勃勃地过了小南河上的水泥桥 沿着一条荒僻的小土路 攀上了高高的古塔山 立在古塔旁的边盘上 烈日考晒下的黄元城 便一览无余了 从高处观望 街道 房屋和人的比例都已经缩小 像小人国似的 黄元河与小南河 如同一粗一细两条银链 闪着耀眼的光辉 在老桥附近缠绕在一起 然后到东关飞机场前面拐过一个大弯 就在远方的山巒峡谷间 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尽管烈日炎炎 但看见大街上仍然有不少行人 尤其是东关大桥附近 忙碌的人群 如同暴风雨前搬家的乙群一般纷乱 少平和小霞只在塔下立了一会儿 两个人便不言不语 向山后的树林中走去 他们一前一后 只管向树林伸出走 似乎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个明确的去处 实际上是两颗心不约而同 把他们导向一个更为静谧的地方 他们穿过大片低矮的姓树林 来到古塔后面的一个小山湾里 嘈杂喧闹的噬声 马上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 四周围静悄悄无声息 只听见一两声小鸟的周揪 这是一个三面被地棱围起来的小土戈篓 长满了茂密的青草 草间点缀着许多无名小花 红黄蓝紫一片五彩缤纷 雪白的蝴蝶在花间草丛 安心地翩翩飞舞 这地方只长着一棵独立的杜梨树 顽口般粗 浓密的枝叶像散似的 投下很大一片印凉 少平和小霞走过去 先后坐在树荫下 两个青年的心在狂跳着 脸都红腾腾的 他们大概意识到 此时此刻 他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 意味着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仍然都没有说话 太安静了 静得叫人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和心跳声 一阵凉爽的清风吹来 杜梨树的枝叶 在他们头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由于这里地势较高 透过秘密的杏树林 可以隐约地 撂见九级古塔塔尖上的 金属壁雷针 在炽热的阳光下 闪烁着炫目的光芒 小霞顺手在草丛中 摘下一朵粉红的打碗碗花 举在眼前 微笑着 细细瞅着 似乎那上面 有什么景致 有什么十分逗人的情趣 邵平 两只手局促地抱着膝头 一动不动地 望着东川空荡荡的飞机场 终于毕业了 小霞终于开口说 他正坐在教室里 突然有个女同学 在门口叫他出来一下 女同学 叫他 谁 邵平敏感而惊奇地转过头 对小霞这句 没头没脑的话 感到莫名其妙 小霞仍然微笑着 不看他 只瞅着那朵 粉红色的打碗碗花 继续说 是的 是一位女同学 叫他出来一下 他出来了 那女同学 在教室外面的走道里 对他说 有句话 我一直想跟你说说 十年以后 咱俩见一次面吧 我敢肯定 你要给我说你的事了 那个女的就叫田小霞吧 邵平脸胀得通红 插嘴说 小霞仍然不理他 只管说他的 那女的说完后 男的问他 为什么要见面 女的说 因为我想知道 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些年来 我一直很喜欢你 你原来要在今天 告诉我这么一件事 邵平忍不住 又打断小霞的话 男的问那女的 为什么你以前一直不说呢 女的说 说了又有什么意义 你那么喜欢你呢 小霞继续说他的 邵平教导 我不愿听你们的三角恋爱故事 那男的 畅然若失地问道 那咱们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点见面呢 十年以后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八点 在大剧院 那排原柱正中间的通道里 不过 黄原剧院那排柱子是方的 十年后 大概会变成圆的 邵平的话里 含着一种酸味的讽刺 他接着便沉默下来 任凭小霞 去说他的罗曼蒂克故事 那男的问 要是那儿的圆柱 是单数怎么办 哦 那儿有八根圆柱 那女的说 如果我的外貌变化很大 你就凭我那时候的 照片来辨认我吧 好吧 那时候 我肯定也是个知名人士了 反正 我是准备乘我的小轿车来 那才好呢 到那时 你就带着我在全城兜风 就这样 他们分别了 岁月流逝 后来 发生了战争 战争 孙少平看着 如痴如醉的田小霞 惊讶地问 他越来越被小霞说糊涂了 是的 战争 战争开始了 他从大学辍学进了航校 以后 他牺牲了 当年 当年他所爱的那位男同学 在军医院住院期间 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 授予空军少校 卢棉彩娃 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啊 你这家伙 你原来说的是一个苏联故事 孙少平 常常地出了一口气 可是 这个故事并没有完 小霞仍然瞅着手里的打碗满花 脸上的微笑 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生活不断向前 作者这样写道 有时 我会默然想起我们俩的约会 快到约会期限的那几天 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 仿佛过去这些年来 我一心一意 在为这次会面做准备 后来呢 少平轻声问 后来 他在当年约定的那一天 终于如期来到那个大剧院前 他向卖花姑娘 买了一束灵栏 朝大剧院原住正中央的通道走去 原住 确实是八根 他在那里助力了片刻 然后 把那束灵栏 送给一个脚穿球鞋 身材鲜瘦的灰眼睛姑娘 就驱车回去了 作者后来这样抒发了自己的感情 刹那间 我真想令时光停住 好让我回顾自己 回顾失去的年华 缅怀那个穿一身短小的连衣裙 和瘦窄的短衫的小女孩 让我追悔少年时代 我心灵的愚钝 无知 他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获得的欢乐和幸福 这是一本什么书 在哪里 让我看一看 少平从草地上跳起来 对田小霞喊道 小霞也站起来 用手绢把眼角的两颗泪珠开掉 从尼龙布胯包里摸出一本去年出版的苏联文艺 说 就在这上面 名字叫 《热尼亚·卢棉采娃》 作者是尤里·纳吉彬 少平走过去 先没有接书 立在小霞面前浑身微微地抖着 小霞抬起头来 用热气而鼓励的目光望着他 少平终于张开揽弓汉有力的双臂 把小霞紧紧地抱住了 小霞头埋在少平胸前深情地说 两年以后 就在今天 这同一个时刻 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 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什么 我们一定要赶到这地方来 再一次相见 一定 接近傍晚的时候 孙少平和田小霞 才从古塔山上走下来 他们在小南河边 约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就有点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小霞回了地位自己家 少平看时间还早 想到东关金波那里坐一坐 现在 孙少平沿着小南河边的马路 怀着激动的心情 向东关大桥那里走去 一时三刻 城市的四面八方 就成了灯火的世界 不知又来了什么重要人物 九级古塔上的彩色灯串也亮了 像半空中 墨得出现一座穷山仙阁 景象壮丽而辉煌 少平一身轻快 迈着矫健的脚步走着 暑气消失了 凉爽的晚风从河道里吹过来 撩乱了他一头浓密的黑发 黄原河和小南河流泻着灯火 闪烁着金银般的光辉 直到现在 少平还难以相信 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 他第一次拥抱了一个姑娘 并且亲吻了她 少平保隐了爱的甘露 他的青春出现了云霞般绚丽的光彩 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 幸福 从此以后 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他都可以自豪地说 我没有在这人世间枉活一场 少平时而急匆匆地走着 时而又放慢脚步 让那颗欢蹦乱跳的心 稍许平静一些 前面不远处就是大街 那里人生沸腾 一片纷扰 人们 你们知道吗 知道这城市有个揽工汉 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恋爱吗 你们也许没人会相信有这样的事 这样的事只能出现在童话里 可这是真的 此刻 我为什么要去找金波 是要告诉他这件事 是啊 多么想给朋友说一说 好让他来分享我的幸福 分享 这个字眼用的不恰当 扯到哪儿去了 是的 我当然会把这事告诉金波的 但不应该是现在 正如他和那位藏族姑娘恋爱一样 秘密 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给朋友倾土 爱情啊 无论是橄榄还是黄莲 得先自己一个人搅一搅 既然不是去给金波说这事 现在就不应该去他那里 此刻 最好一个人 慢慢地回味刚刚发生过的那一切 现在 孙少平发现 他已经走到东关大桥的人群里了 他猛地停住脚步 不由向人行道旁边 那个低矮的砖墙 瞥了一眼 一股冰凉 从后脑勺沿着脊背 传遍了全身 他顿时像重感冒 退过烧似的清醒 而软弱无力 刚刚发生的事 一下子就似乎遥远了 而现实 却这么近地出现在眼前 他的两条腿自动走到那个砖墙下 他出来黄原之时 就是在这地方落下脚 开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的力气 以后他又不止一次来到这地方 他弯下腰 不由用粗糙的像石板一样的手掌 在那砖墙上面摸了摸 这是他经常搁那卷破行李的地方 一种无限忧伤的情绪 即刻便涌上孙少平的心间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 你难道现在就比以前好些了吗 你只不过和地位书记的女儿亲热了片刻 有什么可以忘乎所以的乐个没完 瞧 你在实际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丝毫的改变 你仍然像一串飘棚流落在人间 到处奔波着出卖自己的体力 用无尽的汗水赚几个钱来养家糊口 你未来的一切都没有着落 可岁月却日复一日地流逝了 孙少平立在砖墙边 眼里旋转着两团泪水 街道上的人群和灯火 都已经模糊不清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演播 杨晨 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